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先说一条消息 卡尔加里及其周边的朋友们注意了 如果你做了一首地道的家乡味 并且愿意有情做客老家的味道的栏目的话 请您与我联系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期老家的味道节目 我来给大家说一道白菜炖豆腐粉条 朋友一听到这个菜名可能就会乐了 比如说你上一期节目 你一期节目里就做了两道豆腐菜 明显有在同一只羊身上 耗社会主义羊毛的嫌疑 你这一期节目好叫又弄了一个豆腐 这是确定的可一批羊上耗社会主义羊毛 这个也没办法 如今这年月逮一只羊也不容易 那么既然逮着一只羊 就把这个羊毛好好耗一耗 有耗社会主义羊毛的嫌疑也没有办法了 下面我们说一说这道菜 可能有的朋友说 哎呀一批白菜炖豆腐啊 我都不想吃了 吃的够够的了 怎么又找上这道菜了 哎 这里我们要说一说 虽然这道菜我们在小时候是几乎是一直天天吃 但是我们原来做的这个菜啊这个情况是有哪些呢 第一个那个时候油是要片的肉也是要片的 那么平时做这个菜啊就不舍得放油和放肉 很多时候啊做这道菜啊都基本上是什么呢 就我们说了刷家伙水做豆腐了 什么意思呢 前一道菜做完这个锅把菜盛容之后 利用那锅里剩了一丁一丁点油腥接着做这道菜 那你天天吃这道菜你可不就吃不吃不惯吗 那么我们今天说这道菜 我们是现在是食材丰富了 那我们这道菜把所有东西给它配齐了 那么这回你再尝一尝 肯定是一道非常可口的菜 而且这道菜说实话也是一道健康的菜 那么这个白菜炖豆腐粉条所需要的材料非常简单 首先是这个豆腐 然后是一些白菜 然后是一些粉条 当然了我们这里面因为要照顾口感 稍微的放一些这个五花肉在里面 用了这么些肉 有这么一小半就可以了 那么剩下的就葱姜 然后其他的有一点油和花椒面 这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有的朋友说 我这个现在可能血脂高 我不想吃肉 那么你这个五花肉也可以不放 就用这三样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首先呢把这个食材准备一下 这个粉丝呢 粉条 这个粉条呢我们高这个水清洗一下 然后这个豆腐我们先用给它打成包片 好大概看这个豆腐就是这种包片就可以了 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做了 那么这个白菜怎么办呢 这个白菜不用刀 我们直接用手给它掰一下 好这个白菜撕成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肉呢 我们稍微切一点肉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大概有这个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就可以了 同样是给它切片 好了 我们这个肉切成这种薄片 大概有这么些就够了 大概用一半的肉 如果有朋友说我特别累多吃肉 你可以多切点 然后这个葱姜 切成这个葱姜姜 这可以了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材料就准备齐了 我们可以来去做菜了 好 我们这锅倒入油 这个油热了之后 我们把这个肉放到锅里 这个肉呢 一开始呢 不用大火 用这个中大火慢慢的给它靠 把这里面油给它靠出来 好 现在这个肉呢 靠到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 我们把这个葱姜 放到里边 翻炒一下 然后把这个胡椒面 放到里面 然后 这个酱油 放到里边 这个肉炒差不多了 我们把这个白菜放到里面 先炒这个白菜 炒这个白菜呢 一定要用大火 这个白菜炒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把它炒到倒人了 就可以添汤了 什么意思就是 这个白菜 你觉得它慢慢的 开始出水了 开始变软了 这个时候白菜炒好了就可以添汤了 我们要用大火炒 好了 现在这个白菜已经软了 大家看这个白菜已经开始出汤了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白菜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添水了 这个白菜炖粉条豆腐啊 它是属于半菜半汤 就是说汤呢 不能太少 但也不能太多 不能像我们平时做汤一样 就是只有很少的菜都是汤 但也不能像做菜一样很少的汤 是汤和菜的比例大概是一比一 所以说我们这个 放着这个水 大概放这个地步 这个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豆腐下里面了 这个豆腐下里面要轻点的拌 因为拌大劲的豆腐就给搅碎了 好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锅盖盖上 等它开锅就可以了 等锅开锅了 我们把粉条一放里 一放上盐 再炖个15分钟 这个菜就可以起锅了 好 我们先等它开锅 好 现在我们看 这个锅已经开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盐 放到里面 然后把粉条放到里面 这个在搅动的时候要轻一点 要把豆腐搅碎了 然后粉条放里之后 我们大概炖15分钟 就可以了 我们稍微消点火 好 15分钟之后 这个菜就可以起锅了 好 我们这个15分钟时间到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粉条已经可以了 我们可以给它出锅了 好了 这个汤可以不放香菜 什么都不放 就可以直接这么喝也可以 这基本上是拌汤拌菜 另外 如果说有的朋友喜欢香菜 我们还可以放点什么呢 放点紫菜 放点香菜里面 把紫菜和香菜放到这个碗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再给它盛一下 我们把它拌一下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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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谢谢大家 请订阅